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,使用近30年的苗栗县南庄乡立图书馆,许多设备老旧不堪使用,不但一楼天花板漏水,多面青钢架天花板及窗帘支架掉落,且缺乏无障碍设施,南庄乡公所虽获教育部合拨300万元补助及自筹200万元,但厂商认为利润太低,至流标多达11次,后经县幅补助150万元。 终于上月成功发包进行整建,预计年底完工,提供乡亲舒适阅读空间。 南庄乡长赖盛伟表示,三年前或教育部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,与设备升级实施计划补助300万元,原预计投入500万元进行整修并增设友善环境空间。 但经专专业评估后,施工预算增至650万元,公所苦无经费,顾向县付争取因图书馆改建。 因设计项目多,厂商抱怨品项单价太低没利润因此无意愿承包,录取流标11次,直至获得县付150万元补助。 上月顺利发包,这才让乡公所松了一口气。 赖盛伟说,虽不得不于使用率高的暑假时段封管施工,但馆藏书籍皆可向当地国中小借阅,南庄图书馆规划设计无障碍电梯, 零至五岁及青少年两处阅读专区,还有绘本专区、月报区、期刊杂志、电脑检索区、视听教室及新书展示区,期望能提高相亲的使用率。